你提到大国关系范势 这是观察中俄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视角 大国交往是搞封闭排他的政治集团 还是坦坦荡荡的君子之交 中俄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 邻里友好的交往之道 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 有的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 看中俄关系 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影 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 中俄携手 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有了动力 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就多了保障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 中俄关系就越要稳步前行 中俄元首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这是两国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 我们相信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一定会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 至于你提到 中俄的贸易使用什么货币 答案很简单 什么货币好用 既安全又信得过 就用什么货币 国际货币不应该成为单边制裁的杀手锏 更不应成为霸凌胁迫的代名词